很舒服,我終於可以坐下來和你聊一下 我們喝杯水,好嗎? 好啊 沒東西? 跳小儀 沒有人理會,沒有人理會 我們等一下再喝吧 好 其實我想和你聊一下 你最近有一首新歌 叫做《每天醒來,第一件要做的事》 你這首歌其實很懷春 有些就說 很懷春 可能每個人的心態太不動 就說很掛念你,一抹眼睛 雙眼睛也不用抹,就很掛念你 其實是你的心聲嗎? 如果我拍拖時的心聲就是這樣 因為我是一個很... 怎樣說呢? 如果我是喜歡你 你就無時無刻都在我的心裡 就是整個都掛念掛念 對 因為有些人跟我說 吃飯或工作時會忘記了你 我覺得很驚訝 為什麼你喜歡一個人 就是在你心裡 這些很明顯就是我天的少女 有時候工作真的很辛苦 辛苦的時候 雜中精神真的掛不到你這麼多 妹妹 那些男生會說 掛不到你 掛一點點 掛一點點 你是不是一個很癡心的女生 我又不是 很灑 十年只掛念你,但不用見你 是OK的 都OK的 過幾星期不見都OK 最感動的一件事是令你感到很感動的 是一件什麼事呢? 記得嗎? 你們經歷了幾段戀愛 我當你這樣 最感動的 我客人說我不愛你我會死 那些呢? 有沒有試過呢? 最感動的一回事 就是 其實我很容易感動 像她跟朋友去旅行 但是她都很想念你 不斷傳訊息給你 不斷打給你 我已經覺得她很愛 對呀,但不跟你去 對呀,她有她自己的朋友 我這些分得很清楚 我可以讓你出去玩 但是你要想念我 等一下 這個理論呢 可以在另外一些東西 例如呢? 例如她有另一個 那當然不行 不行 她很想念你 但是她抱著另一個 她很想念你 不行 不行 完全不容許 有沒有試過這種情況? 原來你發覺她 原來是傻傻滾的男生 馬上離開 其實未必是傻傻滾 就算你未忘記之前那個 或者我發覺你和其他女生 有一點點曖昧 我都不行 你結癖,愛情結癖 對呀,我覺得你 你對著一個人 起碼我是很專一 我都要你同樣地專一 對 對 這件事也挺嚴重 對呀,我的朋友都說很嚴重 女兒,你大過女兒了 算一下 整女生 整女殺到埋伸 不是辦法的 你會不會隨著年紀增長 例如有時候 十幾二十歲的時候 你覺得 一定要忠貞不義 到你現在大過女兒 入了行都幾年 這樣 會不會體化了一點點 會不會體化了一點點 其實近來 因為我的朋友和我說得多 就是說 你不會有一點曖昧 每個人都有的 對呀 甚至男生都這樣跟我說 以前 例如 我看到你的訊息 裡面有個心給別人 我都不行 現在我已經接受到 有個心也可以 我忍了